屠龙少年忠诚恶龙 这句话用在皇帝身上再合适不过 当初宋明帝刘豫遭受前废帝刘子叶百般虐待时 可能不会想到自己也会不刘子叶的后臣 刘豫之所以能坐稳皇位 建安王刘修仁功劳最大 如果不是刘修仁力挽狂澜 帮他打退叛军 此时的刘豫早已成为刀下亡魂 当初刘修仁把刘豫推向皇位后 受到刘豫的极大信任 他也因此成为朝堂上的红人 一时间各路大臣都纷纷前去投奔刘修仁 对此刘豫感到非常不满 刘修仁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 上几位皇帝的前车之剑还历历在目 他为了自保果断上书 请求辞去扬州刺史的职务 公元469年12月 刘豫批准了刘修仁的请辞 刘修仁也因此躲过一劫 刘修仁的主动示弱 让刘豫自信心爆棚 他最忌惮的刘修仁都主动示弱 便不把其他大臣放在眼里 自认为高枕无忧的刘豫 逐渐露出了淫乱残暴的一面 刘豫继位后 延续了刘宋皇帝淫乱的传统 经常在宫廷内举行裸体宴会 让王公大臣和后宫嫔妃们的妻子裸身参加 甚至有一次 刘豫直接让自己的皇后脱去衣服 在大臣们面前展示 后来 王皇后拒绝参加这种宴会 宁死不屈 刘豫因此将她冷落 长期淫乱的后果就是透支身体 刘豫和刘子叶一样 在淫乱窝里待了一段时间后 身体便垮掉 再也不能让嫔妃们怀孕 当时 刘豫和王皇后育有两个女儿 为了立太子 刘豫想了一个办法 她把自己非常宠爱的一个妃子 陈妙灯 赐给了中书社人李道儿 不久后 陈妙灯变怀孕 待陈妙灯即将临产时 刘豫命人将她接回宫中 后来陈妙灯生下一子 刘豫宣称 她是自己的儿子 为其取名为刘豫 后来又策立她为太子 陈妙灯这种生育模式 让刘豫看到了曙光 为了多准备几个儿子 她将宫中的嫔妃 赐给身边的晋臣 让他们替刘豫播种 怀孕之后再接回宫 与此同时 刘豫还将王公大臣 怀孕待产的妻妾 强行接到宫中 如果生下的是女孩 将他们原路送回 如果生下的是男孩 则将孩子母亲杀死 把孩子送给宫中的嫔妃抚养 本来朝中大臣 对替刘豫播种仪式 还比较感兴趣 但得知自己的妻妾 有可能会被掳到宫中后 又变得战战兢兢 昏君身边一定少不了宁臣 在刘豫登基的过程中 阮殿夫和授祭之都立过大功 他们凭借刘豫的宠幸 在朝堂上呼风唤雨 阮殿夫之前只是一个 不知名的小官 而且人品极差 成为朝堂重臣后 他将所有精力 都放在结交捧党 陷害他人上面 刘豫非常纵容 阮殿夫等人的恶行 只要他们前来 尽献谗言 刘豫几乎照单全收 对阮殿夫构陷的人 进行残酷的虐杀 被挖眼 挖去内脏者非常多 刘豫还喜欢玩文字语 如果大臣在奏书中 使用灾祸 凶败 丧等字眼 一律会遭到诛杀 刘豫试图用这种残暴的方式 来震慑其他皇室宗亲 让他们不要有造反的想法 公元471年3月 刘豫身患重病 他担心自己去世后 年幼的太子掌控不了时局 便打算将自己的兄弟逐个铲除 之前刘修仁主动请辞后 刘豫任命 晋平王刘修佑接替他的位置 后来又把他照到建康 在朝廷任职 自从宋文帝去世后 刘宋皇室宗亲 在连年宫廷斗争中 都养成了暴虐甚至变态的性格 处在宫廷斗争的漩涡 他们不知道能活多久 所以尽可能地利用手中的权力 来满足自己内心深处的恶 在刘宋时代 庭民的性命渐如草剑 不杀人的皇室贵族 才被看作是另类 如果开国皇帝刘豫权下有知 自己的后代是这样一群变态的人 不知道会不会无地自容 刘修佑是一个非常暴虐的人 他的暴虐程度丝毫不输于刘豫 对此刘豫并不在意 但刘修佑后来直接不把刘豫放在眼里 多次在朝城面前顶撞刘豫 如今刘豫卧病在床 他担心自己去世后 刘修佑会图谋不轨 便准备杀掉他 当年四月刘豫病情好转 他约刘修佑外出打猎 刘豫将他引到城外的狩猎场 然后让兽记之等人尾随其后 当刘修佑走到偏僻处 察觉到气氛不对 就当他准备返回时 兽记之等人围了上来 对他拳脚相下 尽管刘修佑身形魁梧 奈何双拳难敌四手 最终刘修佑被活活打死 随后 兽记之向刘豫禀报 说刘修佑不慎坠马摔死 刘豫假装痛哭并下令后葬 葬礼结束后 刘豫又将刘修佑的家属 全部流放到外敌 彻底杜绝了心头大患 刘修佑死后 民间又盛传荆州刺史刘修弱 有帝王之下 刘豫听闻此事后 写信表达对他的关心 并在信中间接提及此事 对此 刘修弱十分害怕 他主动请求辞去荆州刺史一职 刘豫批准了他的请求 同时任命他为南徐州刺史 按照当时的规定 地方大员上任之前 需要先到京城报道 刘修弱的心腹亲信 劝他不要前往健康 否则凶多吉少 如果要想保命 就要占据荆州拥兵自重 中军参军王靖 力劝刘修弱拥兵自重 当时荆州拥有部队十余外 足以和朝廷抗衡 如果能占据荆州拥兵自重 则能保命 有些人能将一把烂牌打得很精彩 即便最后输掉了结果 但过程十分精彩 而有些人则是拿着一把好牌 不会打 最终输得非常惨 刘修弱就是后者 刘修弱占据军事重镇荆州 手握十万大军 尽可攻退可守 但他偏偏选了一条自杀之路 他先是假装答应参军王靖的建议 待王靖走出王府后 他派人将其抓捕送往健康 在刘修弱面前控诉王靖煽动谋反 随后王靖被处死 刘修弱为了进一步打消刘修的猜疑 他决定亲自前往健康进行解释 在刘修弱还在进京的途中 刘修再次病重卧床 此时大臣们都觉得他命不久矣 因此把希望都寄托在刘修人身上 希望他能出来主持大局 刘修人尽管百般推托 但仍挡不住群臣到他府上拜访 这一幕被刘修的心腹亲信 杨韵长看得清清楚楚 并在刘修清醒的时候告诉了他 刘修也觉得此次在劫难逃 如果他一死 太子刘修根本不是刘修人的对手 为了彻底给太子清除障碍 刘修决定对刘修人动手 当年五月 刘修召刘修人进宫 刘修人进宫后并未见到刘修 当天晚上便被留在了尚书省过夜 等候第二天面圣 结果当天晚上 刘修就派人送去了毒药 强迫刘修人喝下 刘修人为了保全家人 将眼前的毒药一眼而尽 然后对刘修破口大骂 声称他是见利妄议的白眼狼 并表示 他这种行径早晚会断子绝孙 刘修得知刘修人引下毒药后 命人将自己从病榻上抬起来 他要亲眼看到刘修人断气才安心 不久之后 刘修人毒发身亡 刘修下召对外声称刘修人计划谋反 东窗事发后 羞愧难当服毒自杀 杀掉刘修人之后 刘修又开始对身边人动手 他觉得囤其效尉 受计之勇猛异常 将来可能是一个隐患 便下诏将其贬到越州 并在途中将其杀害 受计之是当初帮助刘修 杀掉刘子叶的成员之一 即便这样的人 也无法得到刘修的信任 此时正在赶往健康途中的刘修弱 听说刘修人被杀的消息后 十分害怕 他的随从劝他即刻返城回荆州 不要再踏足京城 但刘修弱坚持认为 自己和其他亲王不一样 只要和刘修解释清楚后 便会安然无恙 刘修为了稳住刘修弱 他亲自写信邀请他前来京师 参加七月初七的皇家晚宴 刘修弱收到书信后大喜 便快马加鞭赶往京城 当年七月 刘修弱抵达了京城 当他刚来到自己的府邸 刘修派来的使者 已经端着独酒等候多时 刘修弱看见眼前的一切 十分懊悔 他后悔当初没有听从王静的话 才遭此下场 最终 刘修弱将独酒一眼而尽 不过他得此下场 实属不冤 随着刘修弱身亡 刘修杀掉了十七个兄弟 只有贵阳王刘修范 因自身天生愚钝 才智平庸却躲过一劫 杀完自己的兄弟后 刘修还觉得不放心 刘修的皇后王室 出身于名门贵族 王皇后的哥哥王景文 在朝中很有威望 当时太子刘修年仅十岁 刘修担心自己死后 王室一家可能会趁机临朝称治 独霸朝堂 于是他打算对王室一族动手 公元472年2月 刘修派人给王景文送去独酒 并给他捎去一封书信 刘修在信中没有拐弯抹角 而是直截了当地说 他出此下策也是实属无奈 如果王景文想保全王室一族 上百口姓名就必须自裁 当时王景文正在与朋友下棋 他打开信封后将棋拿给朋友看 他的朋友劝他起兵造反 但王景文表示 要为王室宗族着想 说吧便将面前的独酒一眼而尽 王景文死后 刘修下令后葬 并追赠他为开辅仪童三思 杀掉王景文后 刘修觉得为太子彻底铺平了道路 此时的他已经病入膏肓 再无好转的可能 当年四月 刘俞并故身亡 刘俞在做皇帝之前 是一个非常宽厚人意的人 也正是因为宽厚人意 积累了很高的名望 被刘子叶妒忌 登基为帝之后 刘俞性格大变 变得昏庸暴虐 在某些方面和刘子叶一样变态 这也是环境改变人的典型案例 刘俞去世前委任蔡兴宗 沈幽之 袁灿 楚渊和刘勉 为顾命大臣 共同辅佐年仅十岁的太子刘俞继位 为了让刘俞顺利登基 刘俞几乎将自己的兄弟杀了个干净 但可笑的是 刘俞并非刘俞的亲儿子 而且被他寄予厚望的刘俞 后世却得了一个送后废帝的称号 足见他的口碑有多差 刘俞从小在娇生惯养中长大 周边没人敢忤逆他 这使得他的性格喜怒无常 经常动不动就发脾气 对宫女和宦官全打脚踢 客观来讲 如果刘俞能够充分信任五位顾命大臣 刘宋的前景并不会很悲观 但阮殿夫等前朝已老 仍把持着朝政 阮殿夫是刘俞的宠臣 不过 刘俞去世时 并未立阮殿夫为顾命大臣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刘俞是一个暴君 但不是一个傻子 他知道启用什么样的人对国家有利 不过让刘俞没想到的是 他去世后还未来得及出葬 阮殿夫就火速对蔡兴宗 楚渊等人动手 蔡兴宗被迫还政于朝 辞官回乡 不久后病逝 蔡兴宗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他的死让阮殿夫更加肆无忌惮 随后 楚渊 袁灿等人 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压 刘俞留下的五位顾命大臣 形同虚设 阮殿夫又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 把持着整个朝堂 刘俞继位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 贵阳王刘修范 前文说过 刘修范因为天生愚钝 口舌木讷而逃过一劫 但傻子本身并不会觉得自己傻 刘俞登基后 刘修范自认为是刘宋皇族中辈分最高的人 于是他主动提议入朝做宰相 对于这个请求 不但朝堂大臣们不同意 就连年幼的刘俞都知道 他的傻子叔叔不可能胜任宰相一职 请求被拒后 刘修范十分生气 他本想在朝堂上撒泼打滚 发泄怒气 但他的心腹亲信 许公渝及时劝阻了他 并教他如何提高威望 在许公渝手把手的教授下 刘修范开始变得理贤下势 对前来投奔的人才给予很高的待遇 不久之后 前来投奔的人越来越多 仅仅用了一年时间 刘修范就集结了上万人 他的威望也越来越高 刘修范的举动引起了朝廷注意 为了制衡刘修范 刘俞在软电夫的授意下 开始调整人事 公元474年2月 朝廷任命年仅4岁的刘修 为颖州刺史 为了帮助刘修处理政务 朝廷委任黄门狼王焕 为长使代替他处理事务 刘修一行人到颖州上任 需要陆京巡洋 朝廷担心镇守巡洋的刘修范 会趁机劫持刘修 便嘱咐他们绕小路走 刘修范得知此事后 认为朝廷已经对他起了防范 便与许公渝密谋起事 当年五月 筹划已久的刘修范突然起事 他以清军策的名义 率领两万人从巡洋出发 昼夜兼程赶往建康 面对刘修范的突然发难 朝堂上下人心惶惶 游宋王朝的皇帝虽然都是草包 但每朝都有几个独当一面的大臣 此次朝廷依仗的大臣是萧道成 萧道成出身于明家 自小就通读京史 为人十分沉稳 在与北魏的攻伐中曾立过大功 之前评判刘子勋叛乱时 萧道成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面对刘修范的大军 萧道成主动请英前去迎战 他告诉众人 游宋王朝前几次叛乱中 占据长江上游的诸侯都手握优势 之所以最终失败 是因为行军迟缓 让建康有足够时间准备 此番刘修范一定会吸取前车之剑 为了保证行军速度必定会轻车减从 只要朝廷聚显而守 采取防守的策略 就能耗尽对方的粮草 让叛军自动撤退 届时 趁叛军撤退混乱之际 在新兵前去追捕 定能大获全胜 萧道成身为一代名将 这番分析让大臣们醍醐灌顶 纷纷赞成他的方案 由于随后下令让萧道成指挥这场战斗 萧道成领命后 亲自领兵前去驻守新庭 并紧急调集劳工在子修宫市 但刘修范的行军速度远超预期 就在萧道成到达新庭 当天 叛军已经到达离建康仅二十里的新林 萧道成见状不妙 所以打算主动出击 打对方一个立足未稳 为建康不防争取更多的时间 萧道成的偷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奈何刘修范兵强马壮 他们很快从慌乱中缓过神来 并开始向新庭发起进攻 新庭的防御并不强 在叛军的强攻下 变得岌岌可危 就在成破之际 萧道成手下 岳旗校尉张静儿 和屯旗校尉黄回主动献祭 他们打算向刘修范诈降 取得他的信任后 再趁机斩杀他 此时的萧道成没有更好的办法 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并向他们承诺 如果他们能成功斩杀刘修范 就把雍州之地交给他们管理 张静儿得令后 便带着黄回一起出城投降 刘修范见他们二人来详大喜 当即接受了他们二人 刘修范的亲信 劝他不要亲信 以免中计 但刘修范觉得 自己是真命天子 根本不听亲信的劝告 后来 张静儿假称有密室相告 希望能单独和刘修范商谈 刘修范便平退左右 就在此时 张静儿主动上前 拔出刘修范的配刀 一刀砍下了他的脑袋 事后 他们二人将刘修范的手机包裹起来 假装若无其事地返回了新庭 萧道成得知刘修范被杀后大喜 他命部将陈领宝 带着刘修范的手机到健康请宫 陈领宝刚出城 遇到了刘修范前来攻打新庭的军队 无奈之下 只好将手机扔到一边 扮作普通乡民 只身前往宫中 通报刘修范的死讯 由于没有真凭实据 满朝文武都不相信陈领宝的话 但又不能不信 于是刘俞只加封萧道成为平南将军 萧道成本以为叛军会因为刘修范的死为自行散去 但此时杜黑罗还不知道刘修范被杀的消息 仍然下令全力攻城 萧道成为了保住新庭 亲自到前线指挥守城 叛军强攻了一天一夜 没有拿下新庭 就在杜黑罗重整旗鼓再次攻城时 忽然听闻 另一个叛军首领丁文豪攻破了台城 正在往朱雀门进发 杜黑罗为了抢弓便放弃攻打新庭 火速赶往朱雀门 在丁文豪和杜黑罗的联合夹击下 朝廷大将刘免不敌战死 随后乱权专政的王道龙也被杜黑罗杀死 其他驻守京城的将领听闻王道龙被杀后 纷纷慌忙撤退 辅军长石楚城以为大势已去 直接打开城门放叛军进城 游守在宫内的王太后和刘俞相拥而弃 为了做最后的挣扎 刘豫下令把国库中的金银分给将士们 激励他们誓死作战 但此时的国库已经空空如也 刘豫又下令将皇宫内所有的金银财物 拿出来散给将士 就在皇宫即将被攻破之际 有人察觉到刘修范已经去世 便在军中散布他的死讯 一时间军中人心惶惶 丁文豪为了稳定军心 说他自己就能定天下 根本不用依靠贵阳王刘修范 但丁文豪不具备一呼百应的能力 将士们都不听他的指挥 后来 许公渝谎称刘修范没死 而且已经攻破了新庭 士兵们为了求证真伪 纷纷来到新庭城下 求见刘修范 萧道成见状登上城楼 对着下面的叛军喊话 说刘修范已经服输 尸体被扔在了南刚 他劝城下的士兵撤军 过去的事情可以既往不救 城下的叛军将士没有见到刘修范 随后一哄而散 萧道成趁机派兵前去攻打杜黑罗 此时 杜黑罗和丁文豪尚有一万多人 他们不想投降 下令誓死抵抗 但此时的叛军将士已经无心恋战 在朝廷大军的围攻下瞬间溃败 此意杜黑罗被斩杀 叛军全部被荡平 次日 萧道成整肃大军返回建康 城内百姓家道欢迎 百姓们纷纷感叹 保家卫国 全靠此人 萧道成听到百姓们的评价 内心虽然很高兴 但也知道此举会触怒皇帝 于是上表请辞 此时叛军刚被平定 国内需要一个有威望的大臣坐镇 由于没有批准萧道成的请辞 反而提拔他为中领军 兼任南衍州刺史 留下助手建康城 在此次评判过程中 袁灿 楚渊和刘炳三人 表现也非常出色 事后 萧道成和他们三人被称为四贵 共掌朝政大权 有了四贵的辅佐 刘宋应该走上正轨 但在败类皇帝刘裕的折腾下 刘宋再次进入万劫不复之地 刘裕出登皇位时 还比较循规蹈矩 但没过多长时间 就暴露了本性 公元475年 年满12岁的刘裕 开始了邪恶之路 他非常喜欢威服出行 每次出行前 都会带上各种行刑工具 他会在城中 随意抓人进行虐杀 有时候一天要杀十几个百姓 杀人成瘾后 如果每天不杀人 就会感到内心空虚 城中百姓为了躲避被害 纷纷背井离乡 外出逃命 萧道成对于刘裕的所作所为 十分不满 但碍于君臣之间的关系 不便阻止 只能任由刘裕 自以妄为 不久后 刘裕的恶名传遍了天下 大臣们不再对刘裕抱有希望 转而在皇亲宗室中 寻找能堪当大任的人 就在此时 建平王刘景肃进入大家的视线 刘景肃是宋文帝的孙子 向来待人平和 生活简朴 与其他刘氏皇族 比起来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他已因此得到了大臣们的一致称赞 而且在宋文帝孙子辈中 刘景肃年龄最大 大臣们都寄希望于他能取代刘裕 刘景肃的心腹亲信 也多次劝说他发动兵变 只要他愿意起兵 必定能民心归父 成功攻破健康 刘景肃对此也跃跃欲试 时刻等待合适的机会起兵造反 此时 几乎所有的朝堂大臣 在私下里议论的时候 都同意拥立刘景肃 但唯独阮电夫和杨运长表示反对 他们俩是刘裕的宠臣 他们认为 依附于刘裕能得到更多的好处 一旦刘景肃上位 他们不但保不住现在的位置 还有可能被诛杀 想到此处 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们派人向朝廷告发刘景肃 意图谋反 请求朝廷发兵前去讨伐 袁灿和肖道成认为 此时不能再大举用兵 便阻止了阮电夫等人的阴谋 刘景肃得知 朝廷准备发兵讨伐的消息后 内心十分慌张 他派世子刘延龄 主动前往健康表明心计 声称自己无意谋反 阮电夫自知无法强行出兵 便借颇下驴 缩使刘裕免去了征北将军一职 对于被罢免一事 刘景肃十分不悦 这也更坚定了他起兵造反的决心 公元476年 刘景肃开始为自己起兵造反 做积极准备 他派人秘密结交朝中重臣 其中寇军将军黄回 雨林坚元支祖和辅国将军曹新之 同意作为刘景肃在朝中的内应 在此次谋划中 刘景肃还计划杀掉肖道成 谋反作乱是一件大事 每一步都需要小心行事 更要耐住性子 但袁之祖急于起兵造反 当年7月 他突然带着几百人逃出健康 直奔刘景肃所在的京口 为了让刘景肃尽快起兵 袁之祖谎称京城已经大乱 此时攻入京城必定能大获全胜 刘景肃听后大喜 他没有派人去辨别消息真伪 便即刻宣布起兵造反 并得到了数千人的响应 杨运长得知刘景肃起兵的消息后 一边下令全城戒严 一边派萧綦将军 任农夫和黄回率兵前去叛乱 此前 萧道成已经察觉到黄回有造反的苗头 只是没有戳破 为了制约黄回 他特地安排将军李安民率军前行 如果发现苗头不对 就地将其斩杀 刘景肃本想往前行军坐镇主理 再切断朝廷军队的行军路线 取得开门红之后 再联系其他人共同进攻健康 但袁之祖却劝说刘景肃不要出城 他说 此番朝廷大军远道而来 加之天气炎热 士兵们疲劳困顿 只要把他们引到城下 就能轻松获胜 刘景肃缺乏军事素养 加之援之祖提供了错误信息 因此 下令在京口暗兵不动 这就错失了狙击朝廷大军的绝佳机会 任农夫抵达京口后 下令对城周边的村落进行烧杀抢掠 京口其他将领舰 刘景肃暗兵不动也纷纷保持沉默 此时城中军民已经看不下去了 他们纷纷要求刘景肃出城迎敌 刘景肃迫于压力 只能仓皇出兵前去迎战 结果被朝廷大军打得大败 其他声援刘景肃的将领 见他胜算不大 都拒绝前去救援 就这样刘景肃在围攻中被杀 此次叛乱 最终以朝廷军队获胜而告终 此次评判胜利 让刘豫更加骄横野蛮 他把杀人的乐趣逐渐扩大到宫中 在宫中看到不顺眼的人 就亲自用锥子 铁锯 铁子等工具虐杀他们 这个举动让宫中上下人心惶惶 就连阮电夫也感到害怕 为此 他联合其他几位大臣密谋废掉刘豫 他们打算趁刘豫外出狩猎之际 假借太后诏令召回禁卫军将其抓住 然后拥立安城王留准为帝 但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 就走漏了消息 刘豫一怒之下 将阮电夫等人抓住 阮电夫被勒死在狱中 其他几位同谋 则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 后来散其常侍杜又文 掌使沈伯和游击将军孙超之 被举报是阮电夫的同谋 刘豫为了寻求刺激 他亲自带人前去抓捕 杜又文和孙超之被抓后 刘豫亲自拿着刀具 给他们俩人实施俯刑 所谓的俯刑就是割掉生殖器 刘豫边割边骂 看得身边的侍卫都心惊胆战 虐杀完他们二人后 刘豫又前去抓捕沈伯 当时沈伯正为母亲扶桑 他见刘豫到来丝毫不惧 上去就扯着刘豫的耳朵 对其破口大骂 称他残暴的程度 已经超过了伤咒和下劫 一旁的侍卫担心刘豫的安危 直接上去把沈伯砍死 刘豫为了解恨 亲自肢解他的尸体 随后刘豫又下令 将这三人的家眷老小全部诛杀 杜又文有一个哥哥 名叫杜淑文 时任长水校尉 刘豫命人将其反绑到树上 然后他骑着马手握长朔 一个助跑将长朔刺入杜淑文肚子 然后用力搅动 将他的肠子扯了出来 对此刘豫哈哈大笑 一旁的侍卫也高呼万岁 看到自己儿子如此残暴 王太后都难忍愤怒 他劈头盖脸地训了他一顿 为此刘豫大怒 他召来太医 命其监毒药毒死太后 周边的人提醒刘豫 一旦太后去世他就得为其扶桑 期间不能自由出入皇宫玩乐 刘豫为此才放弃毒杀太后的念头 后来刘豫将主意打到萧道成身上 一日他突然闯进萧道成的将军府 当时正值炎炎夏日 萧道成裸着上身休息 刘豫命人在萧道成肚子上画一个靶子 他要用弓箭射死萧道成 萧道成连忙辩称自己无罪 让刘豫手下留情 刘豫的亲信王天恩害怕射杀萧道成引起混乱 便提议用源头剑射击 这才使得萧道成躲过一劫 此事过后 萧道成胆战心惊 他害怕哪天刘豫真的对自己动手 为了自保 他和楚渊 袁灿商议废掉刘豫 对此袁灿表示反对 而楚渊未发表意见 这让萧道成难以抉择 刘豫要不要起兵反叛 后来萧道成的领军公曹 纪僧真力劝萧道成废掉刘豫 既为自身着想 也为天下苍生着想 在纪僧真的劝说下 萧道成下定决心起兵 萧道成们打算从广陵起兵进攻建康 纪僧针对此表示反对 他说 从外州起兵很难短期内攻入建康 一旦被刘豫获得喘息之际 他就能以天子的名义召集各路诸侯前来勤王 虽然刘豫残暴 但刘宋王朝已经稳固了好几代 还是有人愿意听他的号令 萧道成觉得有道理 便打消了这个想法 后来萧道成的堂弟萧顺之提议 可以趁刘豫外出游玩的时候进行动手 这样比较容易得手 众人觉得此建议靠谱 便从这方面着手计划 萧道成先拉拢 同样想废掉刘豫的乐旗校尉王靖泽 王靖泽 随后又重金买通了刘豫的左右亲信 杨玉夫 陈凤博和杨万年 他们两人将刘豫的行踪 随时密报给王靖泽 公元477年七夕当晚 刘豫身穿便装出去寻乐 他突发奇想 到新安寺偷了一条狗 然后将其烹煮食用后 喝得鸣鼎大醉 后来便回到皇宫睡觉 起初 刘豫对杨玉夫十分宠爱 后来不知为何又态度大变 经常对他破口大骂 这天夜里 刘豫喝醉后对杨玉夫说 明天就杀了他 将其剖心挖肺 杨玉夫听后 抢颜欢笑服侍刘豫睡觉 由于刘豫平日里进出皇宫 没有固定时间 负责宫廷保卫的官员 害怕开门的时候 和刘豫见面被杀 因此将宫门大开 而禁卫军也尽量躲着刘豫 这就使得偌大的皇宫 成了无人看守之地 杨玉夫服侍完刘豫入睡后 他在殿外走了一圈 眼见四下无人 他便拿起刘豫放在身边的佩刀 刺向他的喉咙 然后 环景一周将他的手机割下 熟睡中的刘豫 或许感到了一些痛苦 但这种痛苦和他的罪恶相比 简直不堪一提 这种痛快的死法 确实让人不能解恨 杨玉夫得手后 假传圣旨 让外庭的乐师演奏音乐 然后将刘豫的手机交给陈凤博 后者将其藏于袖袍中 连夜出宫 交给了王靖泽 王靖泽见到刘豫的手机大喜 当即骑马飞奔到肖道成府上 由于王靖泽敲门声过于急促 肖道成担心其中有诈 便让王靖泽将刘豫的人头扔进院内 肖道成拿到手机后 经过反复确认是刘豫本人 当即下令等候在府内的士兵提枪上马 带着王靖泽等人直奔皇宫 肖道成一路上畅通无阻 直奔皇帝大殿 守在殿中的值班官员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随后 肖道成将刘豫的手机扔在地上 宣称刘豫已经被杀 殿中官员激动地痛哭流涕 对着苍天高呼万岁 通过这一幕也可以看出 刘豫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自古以来 暴君的下场都是国破人亡 刘豫死后 刘宋王朝也加速了灭亡过程 第二天一早 肖道成以皇太后的名义召集 袁灿 刘炳等人入殿开会 这些大臣都是禁营官场多年的老手 他们看肖道成全副武装 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肖道成声称 这是刘氏宗族的事情 请刘炳出面支持大局 刘炳是个聪明人 他说尚书省的事情可以交给他 军事方面的事情 全部交给肖道成处理 肖道成见刘炳非常识实物 又把目光投向袁灿 让他主持大局 还未等袁灿开口硬打 一旁的王静泽 就抽出佩刀对着众人 他说 天下大事都应该交给肖道成裁决 如有不从者 刀剑伺候 随后 王静泽联合身边其他将领 请求肖道成顺势登基称帝 肖道成此时已经有了称帝之心 但称帝一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不能像莽夫一样行事 对于王静泽的拥立 他非常高兴 但此刻 他必须假装生气 并训斥王静泽不能乱来 其他朝臣大臣 看着肖王二人互眼双簧 只能集体同意将朝堂大事 交给肖道成裁决 随后 肖道成以皇太后的名义下诏 细数刘豫的种种队形 然后拥立年仅11岁的安城王 刘准继位 刘准是刘豫的三儿子 但因为刘豫没有生育能力 刘准其实是从其他亲王那里 抱养过来 交给宫内嫔妃认做儿子 而刘准的生父 正是起兵造反的刘修范 刘准继位后 视为宋顺帝 他提拔肖道成作为司空 跳骑大将军 袁灿 楚渊和刘炳也得到了提拔 本来刘炳身为上书令 总览全国政务 但因为军权把控在肖道成手中 加之楚渊站在肖道成这边 使得刘炳和袁灿的话语权 不断被削弱 袁灿本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 如今他知道肖道成已经有篡位之心 便密谋除掉他 同样对肖道成不满的还有京乡都督 沈幽之 刘豫在位时 沈幽之和肖道成曾同时担任朝廷首位 两者因为工作关系结下了友谊 后来为了进一步加深感情 肖道成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了沈幽之的儿子沈文和 后来沈幽之被派往江陵担任都督 在江陵期间 恰逢将军高道庆路过江陵 沈幽之在招待他的时候 言语之间充满了不敬 这让高道庆怀恨在心 高道庆返回建康后 诬陷沈幽之谋反 好在肖道成为沈幽之辩解 认为他不会反叛 朝廷这才作罢 但此事让沈幽之又惊又怒 后来刘豫被杀 沈幽之的左右亲信 劝他趁机起兵攻入建康 沈幽之害怕在建康为官的长子 沈元衍遭遇不测 便没有起兵 肖道成主政后 他让沈元衍拿着刘豫平时行凶的凶器 回到江陵 肖道成此举是向沈幽之传递两个信号 一来想拉拢沈幽之站到他这边 二来向沈幽之表明 诛杀刘豫都是他自己的功劳 沈幽之明白肖道成的意图后 不但没有向其靠拢 反而破口大骂 一直以来肖道成的官职 都比沈幽之的低 他觉得肖道成有今天的成就 都是他一手提拔的 如今肖道成高高在上的姿态让他十分不悦 不过他没有公开和肖道成决裂 他一边向肖道成表达祝贺 一边将自己的儿子沈元衍留在江陵 为接下来的起兵做准备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沈幽之准备起兵 公元478年沈幽之对天下广发讨伐肖道成的习文 沈幽之表示 即便幼主刘豫残暴 也应该与朝中大臣商议后再行废处之事 而不是买通刘豫身边的亲信将其诛杀 此举是弑君之举 应该受到天下人的讨伐 肖道成得知沈幽之起兵的消息后 他担心袁灿摇摆不定 便主动前去石头城拜访他 想拉拢他一起对抗沈幽之 袁灿拒绝和肖道成见面 此时的肖道成还不知道袁灿正在密谋除掉他 但袁灿随后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 他打算拉楚渊一起入局除掉肖道成 并将除掉肖道成的计划告诉了他 楚渊听后表面上假装答应 紧接着就将此事对肖道成和盘托出 肖道成上次求见袁灿被拒后 就打算除掉袁灿 如今楚渊的话更坚定了他除掉袁灿的决心 于是他准备以支援袁灿的名义派兵进入石头城 自己除掉袁灿 肖道成派军队进入石头城 他身边就会缺兵少将 袁灿获悉此事后 决定在肖道成军队到达石头城之前 亲自率领赶死队于次日晚前上去攻打 做正攻城的肖道成 袁灿此举是一招险棋 如果计划实施成功 就能一举逆转局面 袁灿组织好兵力后 派人通知刘炳 希望与他一起行事 刘炳为人胆小懦弱 他收到邀请后 于次日中午 就带着家眷老小 以及上百车财务赶往石头城 随从数百人跟随 一路上搞得声势非常浩大 刘炳的举动很快传到肖道成耳朵 经过一番推测 他识破了袁灿的意图 肖道成紧急派人催促部队前往石头城 然后又安排王静泽 前去抓捕京城内平日里 与袁灿交往密切的重臣 防止他们作为内应 王静泽领命后 迅速带人前去中书省 捉拿袁灿的亲信刘韵 刘韵想和王静泽鱼死网破 但被王静泽当场斩杀 随着刘韵被杀 袁灿在城内的内应被拔除 此时肖道成派出的苏烈等人 已经抵达石头城下 后来另一名部将戴僧静也火速赶到 在苏烈和戴僧静的合力围攻下 石头城最终沦陷 袁灿父子被戴僧静诛杀 刘炳父子也在逃亡途中被擒货 当场被杀 杀掉袁灿后 肖道成少了一个心腹大患 随即他在朝堂上进行了一番大清洗 以杨韵长为首的一众大臣 因为反对肖道成而遭到诛杀 就在肖道成接连取胜之际 沈幽之正在艰难地攻打影州 沈幽之的起兵之路非常不顺利 本来很多将士对起兵讨伐肖道成一事就充满怨言 如今接连攻打了一个月都没拿下影州 这使得军心十分涣散 每天都有士兵逃跑 对此沈幽之无可奈何 为了保存实力 准备撤回江陵 只要能回到大本营 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但在沈幽之撤回江陵的途中 得知雍州刺史张静儿已经攻破江陵 当初沈幽之起兵时 曾派人前去联合张静儿一起出兵 但张静儿将使者斩杀 表明不会与他为伍 沈幽之起兵后 为了防止张静儿偷袭 安排长子沈元衍驻守江陵 后来沈幽之九宫影州不下 张静儿认为时机已到 便带兵前去攻打江陵 沈元衍没有抵挡住攻势 不久后 城池就被攻破 张静儿杀入城中 将沈幽之的一众子孙全部诛杀 并将城内的财物洗劫一空 沈幽之听闻江陵城破 家人被杀的消息后 眼前一黑 从马上摔了下来 此时他身边仅有儿子沈文和 与十几名侍卫陪同 他觉得自己已经走投无路 最终带着儿子沈文和一起上吊自杀 后来他们的尸体被当地村民发现 村民砍下他们二人的首级 送到了江陵城请赏 张静儿随即将沈幽之的首级送往建康 肖道成见到沈幽之的首级后 内心大喜 此时刘宋国内已经没有能制衡他的势力 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就是篡位 自古以来 登基称帝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虽然满朝文武都知道肖道成想篡位 但他还需要把戏做足 最终借众人之口拥立他称帝 此时肖道成最在乎楚渊的看法 为此他亲自前去拜访 并声称自己做梦的时候成了皇帝 这句话的暗示意味非常明显 但楚渊对此却支支吾吾 让他慎重行事 肖道成知道 此事不能急于求成 便让皇帝下诏赐他甲黄月 诸赌中外军事 同时晋升为太傅 享受剑旅入殿 入朝不贵的待遇 在此期间 肖道成任命自己的长子肖则为领军将军 任命次子肖仪为江州次使 其他几个儿子以及亲信 都被安插在核心岗位上 此时的肖道成已经是 刘宋王朝的实际控制人 为了加快篡位节奏 他让长使王俭向皇帝请令 任命肖道成为相国 总领百官 并赐封他为齐国公 加封九西之礼 面对这一大堆侧封 肖道成三辞三让 最终才接受 在肖道成密谋篡位之际 一些皇室宗亲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试图除掉他 林川王刘绝暗中联络朝堂大臣 试图推翻肖道成 结果被人告发 肖道成随即命人间刘绝一家 全部诛杀 后来武陵王刘绝又试图联合他人刺杀肖道成 结果也因为事情败露导致全家被杀 随着刘绝和刘绝相继被杀 其他皇室宗亲便放弃了推翻肖道成的想法 公元479年4月 肖道成晋绝为齐王 增加十个郡作为封地 此时的肖道成出行的时候 已经使用天子荆棋 世子肖泽改称为太子 其他子孙也都加封爵位 数日之后 肖道成就派人前去通知宋顺帝刘准 让他做好善让的准备 此时的刘准年仅13岁 面对如此大的命运转折 他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于是下诏昭告天下准备善位给肖道成 肖道成为了把戏份做足 他要求举行一个善位典礼 典礼举行当日 刘准因为害怕不敢前往 肖道成派王静泽进攻 将刘准强行带到现场 再去往典礼现场的路上 年少的刘准问王静泽 是不是要杀他 王静泽告诉刘准不会杀他 只是让他搬到别的地方住 王静泽又补充说 当初刘颂祖先篡位司马家族的时候 也是这套流程 让他不用害怕 刘准来到现场后 在场的刘颂旧臣都感到有些失落 光禄大夫王坤 在晋朝末年就担任侍中 见证过刘豫篡位晋士 如今又见到刘颂王朝被窜 他不禁感叹道 长寿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尽管刘颂旧臣有些不舍 但仍阻止不了肖道成登基 司空楚渊和尚书令王僧前 捧着喜寿率领百官跪倒的肖道成面前 请求他接受善让 此时的肖道成还坚持走完三辞三让的流程 在百官的再三请求下 肖道成才接过喜寿 正式接受善让登基声称 肖道成改国号为齐 这段政权被称为南齐 肖道成则是齐高帝 肖道成称帝后 尊西汉开国相国肖和为祖先 他声称自己是肖和的二十四世孙 随着肖道成称帝 国座六十年的刘宋王朝宣告灭亡 刘宋王朝一共历经四世八主 除了开国皇帝刘裕和宋文帝 刘翼龙是正常人之外 其他皇帝基本上都是变态 刘宋王朝的暴君也在华夏历史上 留下了洗刷不掉的恶名 肖道成称帝后 将宋顺帝刘准迁居到丹阳 仅仅过了半个月 肖道成就派人将刘准杀死 对外声称是因病身亡 为了斩草除根 肖道成又下令将刘宋宗室 无论男女老又一概诛杀 纵观华夏历史 末代皇帝的命运和自身人品 并无多大关联 当初东吴末代皇帝孙昊 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 但投降后受到了后代 最终得以善终 而东晋末代皇帝司马德文 一生小心翼翼 从未作恶 善未给刘宇后 也并未得到善待 不久后 就被刘宇派人用被子活活闷死 刘宇可能不会想到 这样的因果报应 会落在自己子孙头上